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动词是仪态的前面用 注词我 自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可能性被动式的前面用注词嘎 我 是把什么做了的把 嘎 是小主语 我 是大主语 除了主 宾 畏之外 我们学习了修士的部分定状补 知道了日语里面没有补语 汉语的补语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对应成副词或是动词 我们还学习了定语和状语如何修士 畏语和畏语并列接续的时候 用中顿的形式 也就是联用形和贴形 学会了贴形的变形规律 在这节课里 所有我们学过的知识 又带着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 畏语时态只有撒几个假名帮上他 日语的时态有三个 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它行 一般现在时表示一般和将来 也就是说日语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将来时 一般现在时就表示将来 现在进行时表示现在和持续 持续里面包括持续的动作和持续的状态 它行翻译成了了和得 了包括过去和完了 过去就是过去式 我们用一个动词来举例 就用一个可以代替大多数的动词 做来举例说明 一般现在时是する 也就是动词的原形或者词书形 就是一般现在时 する 表示一般都做什么 将要做什么 现在进行时是している 也就是把する这个动词的后面 再添加一个表示正在的动词 いる 两个动词并列加在一起的时候 前面的动词变成了中顿的てしん 就变成了している 表示正在做 还有就是一直在做 也就是持续 我们学过有和在 叫做ある 但是表达的是 有没有生命的东西 或者说没有生命的东西在哪儿 有生命的 活着的 就要用另外一个动词 意思也是 有和在 跟ある在同一行里 叫做いる 再做某事 声明动作的主体是主语 也就是有生命的 活着的 所以现在进行时用いる 而前面的动词 而前面的动词都要变成中顿的 提醒 我们先看看这张四个人的照片 有喜欢的人 我有一个喜欢的人 好きな人 好きな人がいる 喜欢的人 好きな 人 好き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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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る是自动词 所以前面用了 助词 が 知道一个动词 是自动词 还是他动词 必须要查字典 好きな人 がいる 好きな人 がいる 这张照片上说的是 有喜欢的人 这件事 用了 动简 修明 也就是 在后面 直接加上 事情 こと 好きな人 がいる こと 好きな人 が いる こと 好きな人 がいる こと 他有一些 祈福 所以如果读快的话 就不要有太多的 祈福 好きな人 がいる こと 好きな人 が いる こと 好きな人 が いる こと 我们回到 现在进行时 动词的 提醒 加上 いる 现在 正在 打电话 今 電話 している 今 是副词 也是名词 意思是 现在 一个满 满 引申为空间 和时间的间 日语的间的迅读 就是 ま 今 一个时间 表示 现在 今 今 电话 電話 电话 打电话 就在 电话 的 后面 加上 做 する 電話 する 電話 する 现在 进行时 電話 している 電話 している 電話 している こういう 定型 后面的 一 经常 省略 就变成了 電話 している 電話 している 電話 している 今 電話 している 今 電話 している 今 電話 している する 的 他 形 是 した 一个是 过去的 已经 做完了 的 做了 另一个 是 表示 动作 完了 的 假设 做了 的 做了 比方说 假设我把这二十节课已经学完了 这就是说 假设将来的事情做完了 他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也就是 自动词 前提啊 是自动词 不是他动词 自动词 变成他行 以后 修饰名词 翻译成 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词性发生了改变 由动词 变成了形容词 这一点和英语一样 举个英语的例子 Sophisticate 是动词 意思是 使什么精致 它的过去式 是在后面加上了 E D 变成了 Sophisticated 成为了形容词 意思是精致的 日语是一样的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 贴行的变形规律 和贴行在同一行里的 他行的变形规律 和贴行是一样的 和贴行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按照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他行的顺序 看看五段动词的 简体 肯定性 股 買っている 買った 書く 書いている 書いた 出す 出している 出した 持つ 持っている 持った 死ぬ 死んでいる 死んだ 呼ぶ 読んでいる 読んだ 読む 読んでいる 読んだ 売る 売っている 売った 特别要注意的是声调 尤其是贴行 和他行的声调 我们举几组例子 买 買 買う 他动词 五端动词 か是家 五表示状态 添加的状态 也就是原来没有 添加了 就是买 買う 買って 買った 饲养 羊宠物的羊 声调是 一 買う 買って 買った 第二组 卖 出售 売る 他动词 五端动词 売る 无了 卖了就没有了 売る 売って 売った 打 打 売つ 他动词 五端动词 売 是不 碰 便因来的 吃 是一次两次的字 碰一次 就是打 売つ 売って 売った 第三组 呼叫的 呼 和 读书 的 读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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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だ お母さんが呼んでるよ ママ叫你呢 お母さん 是ママ お母さん 呼んでる 是正在叫 ママ正在叫你 後面家上提醒提示对方的感叹词よ お母さんが呼んでるよ が有两个意思 小卓语和强调卓语 这个句子当中是强调卓语 也就是说 ママ在叫你呢 不是别人在叫你 お母さんが呼んでるよ お母さんが お母さんが 呼んでる 呼んでる よ お母さんが呼んでるよ お母さんが呼んでるよ 过去我就犯过很多类似的错误 我从老师的研究室出来以后 告诉我的同学说 老师叫你去呢 老师叫你呢 我说的是 先生が呼んでるよ 结果我的同学没理我 我又跟他说了一遍 他就跟我说 知道 先生が呼んでるよ 我说你快去吧 他就说 老师没让我去啊 我当时才发现 我的这个发音是有问题的 先生が呼んでる 意思是 老师正在读 因为老师要先读我们写的东西 才要跟我们谈话 所以我的同学说 知道老师正在读呢 要说老师在叫你呢 应该用声调0 如果是读 声调是发音的最关键的部分 如果不记住声调 就好像外国人把下雨了 说成是看下雨了一样 我们学习五段动词的 简体的否定 一般现在时的否定翻译成不 现在即行时的否定翻译成 现在没 一直没 他行的否定翻译成没 我们按照顺序念一遍 贷售发音效应该 engage 购 Tut 買っていない 购和内补 買取得得不 書かない 書かない 書いていない 書かなかった 書かなかった 出さない 出していない 出さなかった 持たない 持っていない 持たなかった 死なない 死んでいない 死ななかった 呼ばない 呼んでいない 呼ばなかった 読まない 読んでいない 読まなかった 占い 売っていない 売らなかった 動詞的现在进行时的否定的声调 如果动词的声调是零 就和いる的否定いない 加起来一直念到 な 然后再下降 没买 買っていない 没死 死んでいない 没叫 呼んでいない 没卖 売っていない 如果动词的原型的声调是一 是降调的话 先读动词的贴行的声调一 再加上 いる的否定 否定 以内的声调二 没写 買っていない 没拿出 出していない 没拿着 没拿着 持っていない 没读书 読んでいない 読んでいない 下面我们学习一段动词的简体的肯定 按照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他行的顺序读一遍 他行的否定翻译成 没 我们按照顺序读一遍 起ない 起ない 起ていない 起なかった 食べない 食べていない 食べなかった 特殊动词 做和来的简体的肯定 する している し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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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的形式 しない しない していない しなかった こない きていない こなかった 动词的进体 是以masu 来结尾的 masu 是动词的一般现在式 现在进行时 就是把前面的动词 变成 てしん 然后加上表示 现在的 今次 过去式 是把masu 变成 ました 否定的一般现在式 是把masu 变成ません 现在进行时 是把前面的动词 变成 てしん 然后加上 表示正在的 います 的否定 いません 否定的过去式 是把masu 变成 ませんでした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叫做 动词的进体 是masu ma 是满怀敬意的满 す 是做 する 所以 ma 是尊敬 す 是动词 否定ません ma 是尊敬 せ 就是做 する 波音 是表示不 的反音 就是 或者说是 波音 是汉语的 这种鼻音 所以表示不清楚 来表达否定 我们按照 动词原形的 结尾的 u ku s ts nu bu mu lu 这八个结尾的 顺序 来学习几个句子 所有的句子 都按照 简体 静体 两个句子 来学习 第一个句子是 这件衣服 很适合你啊 この洋服 よく似合ってるよ 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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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装 也就是 和服以外的 服装 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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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 是 服 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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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副词 意思是 好 老 能 狠 你啊 自动词 五段动词 你 是二 表示相似的字 两个才能相似嘛 啊 是上 污 表示状态 叫做 合适的合 你啊 汉字是 四合 就是 互相合适 合适的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 口语中 有三个著词 可以省略 表示大主语的 哇 自动词 形容词 形容动词 可能性被动词 前面用的小主语 嘎 他动词和 使一太 前面用的 表示 把的 我 只有这三个 著词可以省略 其他的著词 是不能省略的 还有就是 口语中的 特形 后面的 一 经常省略 この洋服 よく似合 てるよ この洋服 よく似合 てるよ この洋服 よく似合 てるよ 静体形式 需要把 重词加上 この洋服 は よく似合 ってますよ 为什么 似合物是 自动词 而前面 没有用 が 而是用了 和呢 因为が 是小主语 如果是大主语 或者前面 没有办法 再继续 添加大主语 就要用 大主语的 わ 也就是说 这件衣服 是这个句子的 大主语 所以就用了 わ 一个句子的 大主语 是跟 谓语的 雌性 是没有关系的 この洋服 は よく似合 ってますよ この洋服 は よく似合 ってますよ 下一个 字 抱歉 现在 赶 时间 抱歉 我现在 正在 赶 时间 日语里 有很多 的时候 如果不特指 一般 省略 逐于我 ごめん 今急いでる ごめん 汉字是 遇免 意思是 请您 免了我的罪过吧 引申为 抱歉 对不起 急ぐ 自动词 无端动词 一 是一个的一 そ 是速度的速 く 表示方向 拙音 表示 拖泥带水 引申为 有关 一个劲的 快速的 跟他有关 就是 趕时间 急ぐ 急ぐ ごめん 今急いでる ごめん 今急いでる ごめん 今急いでる ごめんなさい 是 ごめんだ 近期 ごめんなさい 今急いでる います ごめんなさい 今急いでる ごめんなさい 今急いで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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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里的 定型 後面的 E 可以省略 也可以 不省略 省略的时候 更加口语化 不省略的时候 更加正式 下面的句子是 我经常早上 六点起床 わたしいつもろ こじにおきてる 现在进行时 表示持续的动作 也就是说 在一段时间里 一直在做 いつも 是副词 意思是经常 いつも いつも 每一次都 意思每经常 わたし いつも 朝 六時に 起きてる わたし いつも 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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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時に 起きてる 私はいつも朝6時に起き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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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句子是坐出租車 或者有人開車送你的時候 對筒子說把我放在那 私をそこで下して 也可以省略私を 因为已经知道是把谁了 就不用说了 そこで下して で是在某地 做某事的在 おろす 他動词五段動词 お是表示礼貌的欲 在造词法里只是添加了一个发音而已 就像是日本非常著名的 阿信叫做お信一样 信就是阿信的信 お就是阿 おろす的ろ是下落的落 す是坐 おろす意思是始下降 タクシー タクシー 是英语的タクシー 出租車 動词用提醒結局的时候 后面省略了 请 ください 意思是 请对方做模式 そこで下して そこで 下して そこで下して 静体的形式是 そこで下して 下さい そこで下して 在日本坐出租车的时候 客人要上车之前 后面的门就自动打开 客人上车以后 门自动关好 下车的时候 也是门自动打开和关上 这是为了乘客方便 如果乘客手里拿着东西 或者是下雨要打伞 还要开门就不方便了 控制的按钮 是在驾驶座位的地方 在日本 出租司机一天拉的几个客人 跑了多少公里 放空了多少公里 都有中央监控 那怎么知道是拉客人了 还是放空呢 是通过座位的承重 出租车一开 就开始测控座位的承重 人一旦坐在座位上 就知道宰客了 所以司机没有办法 私自揽活 因为没有办法 不让客人坐在座位上 好 下面是 时间过得真快呀 这个短语如果作为主语使用 就需要变成名词 那么怎么把 時間がたつ 这个以动词结尾的短语 变成名词呢 就需要名词化 名词化的意思是 把一个不是名词的词 变成名词 也就是 后面再加一个名词就可以 这个たつ 是动词 后面加一个名词 就变成了名词 也就可以当作逐一使用了 那加哪一个名词呢 就是可以代替所有名词的一个注词 の 如果把の再具体化 就是我们学过的名词里面的五大分类 事情 こと 东西 物 人物 人 地方 所 样子 用 这个句子不需要具体意思的名词 只是为了变成名词就可以 所以在后面加上の 然后再加上大主语的注词 は 本当に早いね 本当 是形容动词 变成副词的时候 在后面加上副词的 其中的一个标志 に 本当に 意思是真的 真的快 本当に早い 本当に早い ね 是双方共鸣的感叹词 啊 本当に早いね 时间过得真快啊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ね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ね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ね 尽体是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ですね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ですね 時間が経つのは 本当に早いですね 下一个是请排队 Narande Narabu 自动词五端动词 三个假名的Narabu的声调是零 圆形的时候按照两边低中间高的二 Narabu 原版的声调零 在变成贴形和他形的时候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是那里的那表示长 拉是拉动的拉 不是并列的并 拉长且并列引申为排列排队 Narande 请排队要晚上挑 Narande 也就是Narandeください 请排成两对 Ni列にNarandeください Ni列 意思是两列 两对 Ni表示方向 在这个句子里相当于成 表示请求的请的 Kudasai 有的时候写汉字下 Ni列に Ni列にNarandeください Narandeください Ni列にNarande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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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雨终于停了 Amega Yatto Yanda 副词Yatto 是松了一口气以后的中语 Yat 是Ayat的Yat 错音代表口语和加强 Tot 是副词的标志 Yatmu 自动词 自动词 无断动词 Yat 是一Yat 学语的Yat 意思是小 Mu 是闷 小 闷 引申为 雨 雪 风 等的停止 Yamu Amega Yatto Yanda Amega Yatto Yatto Yangu Yanda Amega Yatto Yanda Amega Yatto Yanda 静体是 Amega Yatto Yamimashita Amega Yatto Yamimashita Amega Yatto Yamimashita Yatto 不是Yatto 也不是Yatto 是他俩中间的 Yatto 这个 这个发音 这个发音 要稍微的 收一下气 Yatto Yatto Amega Amega Yatto Yanda Amega Yatto Yamimashita 下面是 没注意 日がつかなかった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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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 感觉 T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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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动词 五端动词 Ti 是刺 Ku 是方向 刺出去 就是突出 引申为附着 Ti ga tsuku 是一个惯用句 是一个惯用句 也就是固定搭配的短语 字面的意思是意识附着 也就是注意 没注意 日がつか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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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句子说的长一点 我没注意到那个 私は それに 日がつきませんでした それ 是那个 表示方向的 に 翻译成道 私は 的 和 是大卓语 日が 的 が 是小卓语 私は それに 気がつきませんでした 私は それに 気がつきませんでした 私は それに 気がつきませんでした 下面の句子是 衣服上的 汚渍 完全洗不掉 服の汚れ 全然取れない 服 衣服 汚れ 是 汚れる 的 联用性 也作为名词使用 汚れる 自动词 一段动词 意思是 弄脏 汚 是 患有的 汚 是 小 浊音表示 污浊 レ 是 来 ル 是 动词的 结尾 汚れる 来了 污浊的 小 东西 引申为 弄脏 汚れる 汚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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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取下来 下来 不是 取掉的 取 是 取掉的 掉 取る 是 他动词取 取れる 是 自动词 取掉的 掉 服的 服の汚れ 全然取れない 服の汚れ 全然取れない 服の汚れ 全然取れない 禁止是 服の汚れが 全然取れません 服の汚れが 全然取れません 服の汚れが全然取れません 下一个句子是 会日语吗? 日本語ができる? できる的汉字是 出来 自动词一段动词 意思是能 会 出来 前提的文句里可以不用表示疑问的か 但是在句尾要声调 できる 日本語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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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是 日本語ができ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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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いいえ できない いいえ できません 会一点 这里でいい点 在汉语里是不语 在日语里面要用普通 少し はい 少しできる 少しできる はい 少しできます 少しできます できる 表示出来的时候 比方说 饭做出来了吗? 饭做得了吗? 饭做好了吗? 我们不是在说 做这个动作 而是说 动作的结果和状态 就要用自动词 也就是说 做出来了吗? 说的是出来 而不是做 他动词表示动作 自动词表示 动作的结果和状态 这就是自动词 和他动词的区别 当然 也有像 跑 走 走 歩く 这样的表示动作 你会把 我看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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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来了吗? 日餐 和食 当中 米饭是 主食 ご飯既是米飯的意思 也是饭菜的总称 所以说白米饭就要说 しろいご飯 加上配菜 おかず 还有酱汤 にそしる 做得了 做好了 はいできてる 用现在进行时表示持续 现在已经做好了 用过去式表示瞬间的完成 はいできてる はいできてる できてる できてる 进体是 はいでき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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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五彩缤纷的 也就是寿司 おすし 日本的寿司最初是为了储存 在那种没有冰箱的古代 古人的储存方法 也是非常智慧的 把盐和大米 或者是牢糟 塞到鱼的肚子里进行发酵 然后放在米饭上吃 后来演变成了把米饭里面添加米醋 然后保存的这种方法 所以 所以 おすし的す 就是醋 おす し 是 饭的迅毒 美食 めし めし的し すし 就是すめし 就是醋饭的意思 一层米饭 一层食材的做法 叫做 鸭寿司 还有 放在盒子里边的 香寿司 我的日本的朋友 请我去他家吃 日本京都的特产 鸭寿司 那个时候 我就是工作 搞研究 虽说从18岁就常在日本 但是对日本的文化 习俗 我觉得 连皮毛都不懂 我去他家看了 鸭寿司以后 我想 这一层一层的 不就是北京的肉饼吗 我朋友问我 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啊 我说有 明天我就给你做 当然他吃了肉饼以后 也欢呼说好吃 现在的沃寿司 是19世纪前期 也就是江户时代末期的 一个名字叫做 华屋宇兵卫的人发明的 他还发明了 网寿司里面 加入绿芥末 现在有名叫 华屋宇兵卫的日本料理店 绿芥末叫做 哇 撒 比 哇 是完全的丸 撒 是青色的青 比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逼迫的B 一个是微小的V 哇 撒 比的B 是微小 完全青绿的小东西 就是绿芥吗 哇 撒 比 哇 撒 比 哇 撒 不 还没有做得 还没有做好 还没有完成 以 まだ できていない 以 まだ できていない 我们学过再 叫做 また 还有一个双胞胎 叫做 まだ 副词 ま 是慢 だ 是等待的待 慢待 意思是 还 还没 また 是重新的开始 まだ 是过去的持续 还没做好 是过去的持续 所以用 まだ 再见啊 可以说 また ね またね またね いえ まだできてない いえ まだ できていない 禁题是 いえ まだ できてません いえ まだ できていません 或者说的更加简洁 只用副词就可以 いえ まだ いえ まだ です 问对方 还没完呢 动词换成 其他的任何一个动词翻译 还没来呢 还没去呢 还没说呢 还没做完呢 等等 まだ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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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是一问词吗 那 是感叹词 啊 我们只要学会三个感叹词就可以 ne 双方的感叹 yo 单方提示对方 na 自己感叹 まだ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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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 特殊的动词来 我现在来到日本了 现在在日本 日语里经常省略我 一般特质的时候才用 今日本に来てる 用现在进行时 表示现在来到日本了 现在正在日本 现在正来到日本 还没有离开 日语里用现在进行时 来表示持续 也就是动作开始了 还在持续 没有结束 在动作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 汉语里边的 re 也会翻译成日语的 现在进行时 而过去是 表示动作瞬间的完成 今日本に来て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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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题是 今日本に来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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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看 形容词的 简体的 肯定的时态 形容词没有 现在进行时 只有一般现在时 和过去时 暑い 暑かった 暑い 暑かった 詳しい 詳しかった 形容词变成 过去时以后 声调在 か的后面下降 形容词的 进体是 后面加上 です 暑いです 暑かったです 暑いです 暑かったです 新容词的过去是 かった 是空 あった 的音变 把形容词变成 副词是 空 然后加上 动词 ある 有和在 的 ある 他的过去是 あった 把空和 あ 加在一起 变成了 か 形容词的 否定 是把形容词 变成 副词 然后再加上 ある的否定 ない 过去式的否定 暑 暑く安 暑く 暑く なかった 暑 暑く 暑く なかった 厚く 暑 暑く なかった 暑 く なかった 暑 く 難 滑 形容词的进体就是在任何的一种实态和形式的后面加上です 去北海道的时候特别冷 我曾经去北海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特别冷 用过去是 北海道に行った時 すっごく寒かった 時是名词 意思是时间、时候 すっごく 是すっごく的口语的形式 也是加强的语气 很多单词的形式里面有 促音或者是波音 来表示口语 すっごく 是副词 す是そう ご是过 く是副词的标志 そう的一下过去 隐身为过 过度 非常 すっご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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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北海道的时候 北海道に 北海道に 北海道に行った時 北海道に行った時 冬箭修名 加上了时间 時 北海道に行っ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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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く寒かったです すごく寒かったです 北海道に行った時 すごく寒かったです 日语不是那么難 日本語はそんなに難しくない そんなに 是副词 是そのように 口语 是そのように 的口语 意思是那么 そんなに そんなに 難しい む 是 つ か 是添加 し 是好像的像 一直在发 ん 就是 为难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 表示難 むずかしい むずかしい 日本語はそんなに むずかしくない 日本語はそんなに むずかしくない 境体式 日本語はそんなに むずかしくない です 日本語はそんなに むずかしくない です 最后 我们看看 接在形容动词 后面的 主动词 是 的时代 主动词 是 和形容词 一样 有一般 现在时 和过去 是 简体的 一般 现在时 是 だ 过去 是 是 だ だ 静体的 一般 现在时 是 です 过去 是 でした 否定的 简体的 一般 现在时 是 じゃない 或者是 ではない 家 是 では的 口语 で 是 状态 は 是 强调 其他 柱子 我们刚刚 学会了 再见 可以用 副词 在 またね 再见 要是用 助词 就是 じゃね 再见的 几种说法 按照口语 到正式的 顺序 じゃ では それでは さようなら 意思是 那么 那么就这样啊 一生没再见 是的 简体的 否定的 过去 是 じゃ なかった では なかった じゃ なかった 更加 口语 近体的 否定的 一般 现在时 是 では ありません 过去 是 では ありません でした 我们学 第一句话 不是这条路啊 この道 じゃなかったよ 用过去是 来表示 我们刚才 来的时候 不是走的 这条路 或者说是 刚才在地图上 看的 不是这条路 等等 この道 じゃなかったよ この道 じゃなかったよ 近体是 この道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したよ 也就是说 用过去是 表示了 刚才 过去 当然也可以 加上这样的 副词 但是 谓语的部分 必须变成 过去是 再学一个 过去式的句子 那两个人 原来是 兄弟姐妹啊 表示才知道 或者是 恍然大悟 あの二人 兄弟だったの 二人 富多利 再多一个 就是两个人 二人 二人 兄弟 意思是 兄弟姐妹 だった 翻译成 原来是 过去是 曾经是 句尾的 n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发点 no 是 noです 的简化 noです 接在句尾 加强语气 原来是 兄弟姐妹啊 是这么一种感觉 大家在看日剧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 句子以 no 结尾 就是在 加强语气 あの二人 兄弟だったの あの二人 兄弟だったの 近提是 あの二人は 兄弟だったのですか あの二人は 兄弟だったのですか あの二人は 兄弟だったのですか のです 没有任何的意思 也不是在强调什么 只是表达语气 加强语气 他和です 的现在进行时 也就是表达 现在和一直的 现在进行时 在中高级里面 才会使用 而且使用的不多 所以在初级里面 用副词表达就够了 我现在是医院的大夫 我一直是学校的老师 私はずっと 学校の先生です ずっと 副词 ず 是直 促音代表口语 或者是加强 と 是副词的标志 ずっと 一直 我一直 我一直是学校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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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 时态 未语时态 只有三 几个假名帮上他 主要的语法 有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他行 日语里面常用 现在性形式 动词贴型后面的 一 经常省略 口语中有三个 助词可以省略 わ が を 有些单词的口语的形式 是添加了 促音 或者是波音 我们还学会了 notice 接载句尾 加强语气 知识点很多 希望大家重复收听 下次我们进入到 助词的部分 一共分三节课学习 巧用汉语音和字 助词瞬间变轻松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